作曲 李宗盛 如果想非不要等 如果想哭不要忍 如不懂相处為你解困 從頭謙信學愛人 如果想厚比較深 從此不敢相信真心 容許我變一個最絕情男人 讓你飛出去我再破壞 試試另一首歌 試完才說話 這首就是《Supperman》的《最後晚餐》 人無法走過每天 為求沒有帶出為何馬活到終點 就是你 讓感覺從此不再簡單 平凡 平凡 到此也是彩影 只因雖然有你我們 促成 情從未變 歷練了都少變淺 很草率地彈了兩首歌給大家聽 一首《Supperman Moment》 和一首《Supperman Moment》的《最後晚餐》 還有另一首就是周伯豪的《讓愛高飛》 隨便拿兩首慢歌出來試試 以上這個彈法是可以快慢歌都可以 快歌的例子就是可能大家都認識的例子 譬如說 余程慶的《情非得意》 漫歌就有《讓愛高飛》這首 即是《Supperman Moment》的《風箏》 《Supperman Moment》的《小火紙》 《Supperman Moment》的 譬如說 張國榮《今生今世》 張國榮的《追》 很多的 《五月天突然好想理》 《五月天的枝竹》 這些都是我們稱之為漫歌 或者叫八十足以下的歌 而《情非得意》那些是八十足以上的 說的是一百八一束 不過不要管 總之是快慢歌也對 當然 有時候有些歌曲可能會更加好 也不奇怪 我這就是一個帶鼓聲的彈法 那麼當然不帶鼓聲也可以 大家可以看一看這邊 我隨便按住一個G-Code 先了解這個彈法 假設沒有Bass drum的時候沒有鼓聲 我按G-Code Bass現在是六弦的 三弦 一弦 一遍 一遍 這邊看看 重覆 一遍 再次 正面再看一次 一遍 六弦 三弦 二弦 一線之後拍扇 停一停停和持久一點的 再只按直指 這樣就完成了 這個就是正常一點的速度 就是拍扇的版本 這樣東西未必一定要進行鼓聲 有時不是在波上有鼓聲 我想用這個做法 但是我幫助到別的歌 我擱勞了學了 戴上了別的歌 不是整首都吵 你可以開頭靜一點 到副歌再練 再加兩盒聲法 如果大家有看過我劇其他片或這一輯片的第一集 都有講過鼓聲是怎樣的 可以循例極速講一次 其實我現在也是全部以G-card為例子 六線bass 這個時候其實也是要彈到一條bass的 不是說這樣bass bass在哪邊呢 大概這個圓圈的這個位置 大家自己在吉他自己對回差不多一個位置 最主要是這隻手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我現在兩隻手指遮住那個位置 是一塊很大塊的肉 就是錶底這個位置 那怎樣塗下去呢 這隻手本身是直的 是直的 突然間那一下 好像攝石一樣 一下子攝石即是磁石 要快 突然間塗下去了 側面看看 我量度一下角度給大家看 正的 這隻手正常的 是直的 突然間 原來 這條bass這條線都會彈到的 我現在先瞄了它 我想你們先看看動作 大家 這樣的 直 變曲 直變曲 直變曲的情況 直變曲的情況 就是這樣曲 不用扭動 不要扭 千萬不要扭 你扭過 你扭過 有機會彈到那條bass 你記住你還要彈bass 不要扭 我沒有扭過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我錶面是永遠向同一個方向的 對 那當你由直變曲這個情況 那隻手指公應該會這樣叫一叫 那你就輕向拆那條線了 認住這個聲 我一觸摸它 直變曲 我是彈到那條線的 對嗎 就是這邊再看看這邊這個角度 一多角度看看大家會不會了解到動作 不要扭 這樣 坐下去 正面看一次 現在坐下來 先放一點點 手指不用太高 不用特別拉弓 對 由你決定要bass drum 那一下你就一踩穿底 你就千萬不要停 先猶豫 先猶豫 不要猶豫 就立即 沒有了 那一下 拍線就照舊 循例說拍線 到再說一次 很多人都以為自己會拍 亦很多人以為自己不會拍 其實拍線我覺得是這樣扭 正反正 剛剛的動作 Bass drum不扭 現在拍線這個動作扭 扭是什麼 你看看錶面 就知道是不是有扭 因為我最主要手指的末端這些位置 是敲到五六線的位置 最主要是這樣敲 對 我最主要是這個手指的旁邊 末端的位置碰到那條線的位置 我不需要刻意 又是食指的那些 不要啊 扭下去 那好了 扭一下 我撕開這些手指 這邊看看 我撕開這些手指 這樣扭下去就是了 這些手指是不與關事的 不關事的 我不是叫你伸開 我不是叫你摘起來 這樣摘起來 你拍多幾下 這些扭位 這些扭位會戒到你背面 這些很亂的位置 會爆開 這樣上亂合 沒有特別的 但正確動作也不是這樣扭 亦不是伸開 你伸開或扭 除了是流血 還有以下的個案就是 拍完線是否不用彈東西的 不是的 不是的,你是會有東西彈的 拍完這樣,你怎樣可以切它的線呢 所以 手指照顧微微彎曲 你平時勾東西未勾之前是怎樣 就是這樣,放鬆手指 像微微的C字 這樣敲下去就行了 你這樣扭的時候 扭 這樣扭的時候 你除了那個動作可以保護到 即是真的做到之外 那個動作就是可以保護到這些手指 如果你直插的話 直插 的話 你有機會撤幾下 你會塞在線上 而你就會撇開這些包邊的位置 指甲底部這些物體 所以其實這樣扭 你的實指的方向 你這樣扭 我剛才叫它扭 這些手指 永遠都 是這樣動 好像線形打千秋 你永遠都不會塞進去 從而令到那條線去幫你撇開皮 就是這樣 不過說了一大輪 最終要循例再展示一次 那個 套法是怎樣 配上Bass drum 扭了一句 我不唱東西的 給大家聽聽 大概就是這樣 希望大家有興趣 也可以練習一下 補充多一句 有時有些慢 剛剛那些 《讓愛高飛》 周柏豪的電視劇 和《最後晚餐》 是否一定要用一些 沉悶的做法 我試一次 如果想飛躲要等 如果想哭不要忍 如不懂 相處為你解困 從頭謙信可愛 不是說差 我唱得差 當然 找回周柏豪唱會好一點 不是說差 不是說不行 是OK的 但是可能會比較掛 如果你說想斯文少少 普普通通 就適合這樣 如果你說有些特別 其實慢歌也有鼓的 不是說拍得這些 拍木 就一定要配快歌 或者舞曲 有時慢歌都可以 那你聽一首慢歌也有鼓 聽風箏有沒有鼓 Suppermoment的風箏 你也會有鼓聲 I mean 真的是一套鼓的鼓 所以其實我們只是做一個節奏感 一個輕量的節拍 就是好像無縫的鼓聲 所以不一定快歌才行 但是剛剛這個做法 剛剛這個做法 有拍木那個 有拍聲 有BD-Bass 有拍線那個 其實快歌和慢歌都可以 大家可以留意我這輯片 這輯片的第一集 這個第二集 也有說另外一隻 也是差不多樣子 但是那隻也是一樣好用的 快慢歌也適合 可以豐富一下你平日彈歌的做法 這個樣子 另外就是 這條片下面 在一個 comment上面那裏 就是那條片的info 是有其他關於鼓聲的連接 大家可以歡迎看一看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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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刺 將 3 4 3 5 感谢观看